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谈一个 疼痛的治疗问题 那么疼痛可以大概分两个情况 一个是大面积的疼痛或者说全身性的疼痛 那一个是 局部性的或者说小面积的疼痛 那么如果是你 全身性的大面积的疼痛,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就 解决了 那当然 更要紧的是要找出造成疼痛的原因,譬如说你假如说今天是因为 感冒发烧,全身痠痛,那当然 感冒好了,发烧退了,那痠痛也就没有了,这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那但是如果是局部性的 持续性的或者是 护发性的疼痛的话呢,那一般治疗 当然在医院里面 看健保大概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开给你什么 止痛药啦 肌肉松死剂啦,这样来止痛 但是呢 事实上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称为痛点注射 从这个 疼痛的起源点 来打药打针 就能产生疼痛 产生这个疼痛的 解除了,这个叫做痛点注射,也叫做病灶注射 那当然原始的病灶注射的意思不是只有在痛点注射 比如说我们 在哪里生病就把药投在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精灵炸弹的概念 那 比如说我们脑炎脑膜炎 把这个药就打到脑脊髓 里面去 那直接去治疗脑脊髓发炎 这样比你从血管打药或者从口服吃药会更直接更有效 那么同样的 我们疼痛如果说是来自关节 肌腱或者筋膜 的疼痛 那用口服药或者用打 从血管打 止痛的药当然可以一时解除疼痛,不过药效过了以后他就 没办法 产生这个有效的治疗效果,所以又会开始疼痛 因此呢我们 在 门诊的时候常常会采取 找出他的痛点所在 这痛点所在可能在关节的位置,在肌腱的位置,在韧带的位置 或者说在神经的位置 直接把这个药打在那个 生病的那个 痛点的地方 那这种我们称为叫做病巢注射或者是病肇注射 那这病肇注射 用的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用消炎药 那消炎药的话呢 消炎药我们前面有提过,消炎药有固醇类消炎药,非固醇类消炎药 要打局部 病灶的话,只有 裂固醇才能打局部 那裂固醇不是不能用 就是说不要 过度的大量使用,或者是重复的使用,长期的使用 那我们在 门诊当中 这个痛点注射,用裂固醇打,常常打一次打两次就好了 这好不是止痛,是 真正让你 发炎 好掉 那从此就再也不痛 所以 我们常常会病人跟我讲说 我 以前哪个地方疼痛 给你医生打一针 就好掉了,就几年都没有再痛过 这就是所谓 痛点注射的 好处 在这里 它是 根治性的治疗方法 不是止痛而已 病灶注射的第1个 使用的就是 消炎药,就是刚刚讲的固醇类消炎药 第二个 现在也很多人在打这个PRP 血小板浓厚的 血浆 因为 人到成年以后呢,我们的生长因子 只剩下血小板里面才有 所以我们抽血分离出来 这血小板 浓厚的血浆 然后呢 利用血小板里面的这个 生长因子 打到这个 受伤发炎的位置 然后能够 促进它组织的修复 那 所以就是PRP治疗 那PRP治疗呢 事实上对退化 效果比较不好 对外伤 所造造的发炎 比如说像年轻的运动员 那么他在打球啦 或者说他做田径运动啦 那么 造成 肌腱 韧带肌肉的拉伤 或者说 关节的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打PRP 那 加上一些物理治疗可以让这个受伤很快的 康复回来 所以年轻人打PRP效果是最好的 那人一旦到 六七十岁以后 那我们的这个 身体里面生长因子的数量就少了 那因此呢 到 六七十岁以后打PRP 年纪越大打PRP效果越不好 现在坊间很多 诊所都在推 年纪大的人退化性关节炎 不管是在五十肩或者说在膝盖退化性关节炎 那就在推 打PRP 那事实上呢 假如你今天是四五十岁 的人发生关节发炎肌腱发炎 打PRP 还是会有效 效果没有像打雷过醇效果 好得那么快 因为雷过醇是一个消炎料 PRP是一个促进修复 促进组织修复的 的一个治疗方法 所以效果没有消炎料的效果那么快 但是呢 打几次以后 通常间隔多久 大概是两个礼拜打一次 因为组织修复大概是两周到三周一个 一个轮回 那所以 大概两周左右打一次 打个两三次 可能可以 达到 这个组织修复的目的 但是问题是 退化性的疾病不管是肌腱的退化关节的退化 往往都是到六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发生 那所以六七十岁以后的人 不管是今天是五十肩 或者膝盖的退化性关节炎或者腰椎退化 打PRP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那 所以 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不然的话你会花很多钱 但是打不到治疗的目的 所以 这个打局部 的这个病造治疗常用的一个列固醇 一个PRP 其他还有人打什么呢 我们有 中医用 血点 打维他命 B12 用甲基维他命 B12 打在那个 神经或者是筋膜的地方 他也可以促进这个组织的修复 这是所谓血点注射 这是 也是算病造注射 另外一个 用濃普拉糖 濃普拉糖打到组织的间隙 他也会刺激这个组织再生 常用的 比如说小孩子因为 屁股打针以后屁股有凹陷 屁股上面的这个 皮肤凹陷 也称为 皮肤漩涡症 好像皮肤上面一个漩涡一样 屁股凹一个洞 小时候屁股打针的时候打在皮下 皮下的组织溶解的时候 产生这个皮肤腺凹 那这个皮肤腺凹用濃普拉糖 一个礼拜打一次 打几次以后他这个皮下组织也会增生 那也会 变得平起来 所以 这个 打濃普拉糖也是可以促进组织的这个增生 达到这个 治疗的效果 所以你会听到说有些医生 你极限发炎他就打濃普拉糖 但是 通常发炎越厉害的越需要用裂固醇 发炎比较 早期比较轻微的你可以打濃普拉糖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效果 这以上是 有关于病灶注射的 这个基本的概念 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个概念 你说这不行了 有点 判断 撒